日本姐妹是宇纳国丁侠内的宇纳国中学 以及九步梁中学师生27个人 15号上午特地前往花莲市公所进行参访 而受到市长魏佳燕以及公所同仁的热情欢迎 而魏市长也请同学们享用期待已久的小笼包 还有珍珠奶茶 希望他们都能够在台湾的毕业旅行中 将美好的回忆带回宇纳国丁与亲友们分享 15号上午花莲市公所分批来了27名 来自日本宇纳国中学及九步梁中学的师生参访 受到市长魏佳燕及公所同仁们的热情欢迎 双方除了互相介绍彼此并自证伴手礼 魏市长还准备了热腾腾的小笼包 及台湾知名珍珠奶茶 让同学们一起享用 其中特别的是这次九步梁国中来的一位学生 袁刘希 他的大哥及三弟都曾经碧旅来到花莲 但他在国小碧旅师却因疫情取消行程 这次等到国中碧旅才如愿成行 让三兄弟在花莲都留下共同回忆 好吃吗 好吃 我们可以看到云纳国跟花莲 长期以来的一个悠久的一个友谊 那你看到云纳国的孩子 那在几年前来到花莲 那我们也特别请他们吃小笼包珍珠奶茶 那时候是小学 现在已经是国中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见证过这样子有情的一个过程里面 能够深刻的对花莲落下非常深厚的印象 那我们也期盼做好相对的国民外交 今天也要谢谢卫家院市长 特别的用心接待这群孩子 那其实一直以来 花莲跟我们冲城县云纳国丁那都是姐妹室 那也今年已经41周年了 那其实学生都有一个习惯 其实我们都会来我们台湾花莲市走一走看一看 也希望说了解一下我们彼此的文化 那在明年的三月的这个期间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直行能够顺利 那未来开启 是不是能够开启我们直行的一个新的一个纪元 那也希望说我们城市都可以更深入的一个交流 那未来在明年度我们会更着力 不管是在企业或者是学校 或者是体育文化等各界的一个人才 我们都希望藉由我们的推荐 能够到日本我们的姐妹室 我们的友好城市去做交流 花莲市自力推动城市外交 不仅与各城市神出友谊之手 跟持续巩固原有的姐妹室友好城市情谊 姐妹室间除了学生的教育文化互动之外 还包括观光及产业的交流 而卫市长同时也欢迎其他姐妹室 也能与花莲市有更多的互动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道 谢谢大家